我們央行總裁龍哥他出手升息啦 各位升息怎麼辦 維老師跟各位報告會升息 然後升值最後產生台股上漲的多頭牛市 持續上漲 不用太過擔心 而且今天什麼00940 居然爆出有陰謀論 代表什麼 他的基金經理人 元大基金經理人 不想讓大家吃豆腐啦 各位該怎麼辦呢 以及我們的台達店 來我們看這個照片 台達店今天因為這一張 人肉這個噴射機 人肉印鈔機 黃仁勳跟他合照的時候 股價噴出大漲囉 接下來的行情 該怎麼做判斷 00940成分股票下跌了 該怎麼看 今天的節目一次跟大家做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是禮拜五的時間點 那我們節目 一開始 我願意先用一首詩 來代表大家的心聲 來代表今天盤面的散戶感覺 這一首叫做 登 優秀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創然而替下 朋友 我要改第二句 前不見古人 後可見來者 我為什麼這樣講 今天台北股市 再寫下了歷史新高 來到了20296 再度寫下歷史新高 後面還會不會有再有更高 愛到最高點 會不會有 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還會有更高點 那還有什麼 讓大家覺得今天很驚奇的事情 00940這些相關的成分股票 都出現了大跌 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有陰謀論的 基金經理人 他也不是傻子 對不對 元大投信 他也不是笨蛋 他既然知道 全市場都在這樣講了 他還明著這樣做 那不是要讓大家笑死嗎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做了一個 很特別的動作 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今天節目 一定要看到 我會跟各位 講得 非常非常之清楚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大盤 好 今天大盤來到了20296 再度刷新歷史新高 沒有極限 對不對 蔡依林愛情沒有極限 股價一直漲 對不對 沒有終點 持續上漲 法人還在買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講 現在 指數的行情 你漲越高 你的個股 你就要選的基期 是要越低的 你要記得我講這句話 漲越高的 你的基期要選的越低的 為什麼 你不能完全沒有風險意識 就像今天 940的成分股為什麼會下跌 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一檔股票 非常重要 我等一下再講 我先講 央行 升息 無預警升息這件事情 到底對台北股市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影響 我跟各位講 來 你先看一個東西 我們看這個 新台幣 來 我們看新台幣的一個走勢 台幣的走勢 各位朋友 那你會覺得很詭異啊 升息喔 我的標題是寫 升息就會升值 然後台股就會大漲 對不對 可是今天是貶值喔 往上是貶值 往上是貶值 但是我告訴各位 下個禮拜 他就會走下來 他就會升值 為什麼你想一件事情 現在如果央行升息 他居然敢跟美國對著幹 美國是要降息的 我們台灣 這個翅膀硬起來 對不對 這個拳頭硬起來 對不對 沒有在怕 那我跟各位講 現在的環境代表件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台灣 升息 喔 升息 那代表是不是 假設 升的幅度多一點 那是不是 美金 全球的資金 美國資金 是不是會來台灣 會來台灣 會讓什麼 會讓台幣升值 那這些錢 就叫做 所謂的熱錢 熱錢 現在央行會管制 你不進來買股票 就把你趕走 對不對 所以他最終會幹嘛 最終會進來買股票 所以為什麼 我會這樣子下標 我會這樣子跟各位講 升息 然後就升值 然後台股上漲 這樣答案懂嗎 我很快速的跟各位解的很清楚 總體經濟很難 很複雜 但是 我會用 很簡單的方法讓你懂 但是你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 聽起來很簡單 這可是經過 威恩老師 20年的 精華 20年的專業的 知識累積 我才能夠這麼快速反應的跟各位講 讓各位了解嗎 好 那這個升息的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 不會有太大問題 你不要想太多 對台北股市就是利多 簡單來說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 他會問你 為什麼今天 台股會大傷 為什麼 應該說今天為什麼再創新高 為什麼今天會再創新高 本來還跌啊 你看 本來還跌啊 收盤又收上來了 對不對 答案已經很清楚 我也都跟各位報告過 答案非常清楚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好 再來一個 00940 這些相關的成分股票 今天一個一個 K的鼻青臉腫 對不對 左一拳 右一拳 昨天有人說 老實力打得不夠大力 打大力一點 我不能打很大力啊 臉已經有點 本來就很圓 不能再打 打了你就覺得我變胖了 其實沒有 我跟各位講 我現在在減肥 可是減肥有點辛苦 為什麼 因為我是瘦身體 瘦肚子 臉不太會瘦 你知道嗎 這個baby face 比較吃虧啊 臉不太會瘦 還是大家有什麼瘦臉的方法 那種V臉 我以後解盤是怎樣 這樣解盤好不好 好啦有什麼瘦 瘦臉瘦小臉的方法 歡迎底下留言 好不好 歡迎底下留言 跟我分享 讓我們的畫面更漂亮 好不好 我現在就是身體瘦 肚子也瘦 臉沒瘦 我也覺得這個蠻苦惱的 跟各位來講一下 好啦不管怎麼樣 anyway 所以我剛才講什麼 這些所謂的00940 我們就開一個東西就好啦 來 這個叫00919 今天喔 被大家 哀鴻遍野啊 不是瘦到爆 是哀鴻遍野啊 台股市創歷史新高 00919卻然跌 這個是開我玩笑嗎 這是開玩笑嗎 你再看00939 也是跌 對不對 也是跌 我講過嘛 跌三天 你注意買點 我已經講了 跌第三天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跌三天 對不對 有沒有跌三天 有沒有跌三天 跌三天 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 一定 一定你一定不敢買 大家一定不敢買 但是他就是機會 我不會用邏輯的分析跟各位來解釋 這些東西到底怎麼去做觀察 怎麼去做看待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你看這個00939這樣壓回 那你看相關的成分股票 我舉幾檔例子啊 我們不用講太多 你看這群光 現在大跌你看 群光有沒有 跌5% 群光跌5% 神機 也跌嘛 中美金 也跌嘛 然後呢 3706神達 因為有人去猜 他是940以外的成分股 940的10檔以外的成分股 有人去猜 或者是說啊什麼944有人去猜嘛 猜一猜結果呢 欸猜猜看股價就拱上去嘛 拱上去結果今天也跌下來 今天也跌下來 這到底啊 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我說這個叫陰謀論啊 為什麼 我如果是 元大的基金經營人 我這兩天也在想啊 我如果是元大的基金經營人 我聽到現在大家每個人都在說 哎呀我要來賺他的錢 我要來吃他的豆腐 你怎麼想 你做何感想 你會有什麼動作 我一直跟各位講過 你要預判 我要預判你的預判 我要預判法人的預判 同朋友對不對 我一直跟各位講過這個觀念 所以同朋友 來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我再跟各位講 這張字卡 我跟你講過很多遍 來 我能預判你的預判 你一定要會這個 這個技巧你才能夠在股市生存跟賺錢 對不對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要加入我的行列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趕快來找我 為什麼這樣講 我為什麼這樣跟各位講 因為今天 的這些成分股碟 我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照理來說 00940的禁止 應該要破發 它雖然還沒掛牌 可是上面已經查到禁止 它應該要低於10塊以下 那你看 來 我跟各位講 等我一下 我跟各位報告 你看這裡 這是00940的禁止 你看多少 10.02 昨天就已經 昨天的成分股已經在跌了 它的禁止居然是上漲的 你不覺得這很詭異嗎 它的禁止是上漲的 那代表什麼 代表它做了一件事情 它做什麼事情 你猜猜看 你猜猜看 我講到這邊 你猜不猜得出來 你不覺得這邏輯有問題嗎 哪裡有問題 940的成分股在跌 它的禁止居然能夠上漲 問題出在哪裡 想到了嗎 他還是有買 但是他去買誰 他不是買前10名 他去買另外的可能20檔或30檔 打算出來 這樣懂了嗎 為什麼禁止還會上升 他去買別的 他 知道所有人都知道那10檔 每個人都來 我也來 你也來 他也來對不對 嘿嘿 大家都來嘛 對不對 被吃了兩天豆腐 他不高興 生氣 生氣氣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讓你GG 生氣氣 所以怎麼做 哎呀 很簡單嘛 我就先不要買啊 可是我基金那個錢 我還是得投入啊 對不對 不然我真的不會拖到最後一天嘛 我拖到最後一天 那那個怎麼處理 1000多億真的要這樣尻下去嗎 也不行嗎 還是你要找外資對銷 這好像也有問題嗎 那怎麼辦 我還是要把這些錢用掉啊 但是我又不想讓你吃豆腐 我又不想讓 讓 讓919 擋上去 因為 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940來 我們再看這裡 940是誰出的 袁大投信 袁大投信 來 再看一遍喔 00919 來請問一下誰出的 群役台灣優習 競選高級 所以 袁大投信 難道我要去幫群役投信 抬教嗎 他們是競爭對手喔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不是多多益三嗎 錯錯錯 為什麼 他們是同業 都是投信 他們會競爭 一樣嗎 我要比績效比你好嗎 那我為什麼要幫你抬教 我如果 錢把它轟上去 我去轟這10檔成分股 919的進值會不會漲 會嗎 那就等於袁大 用他們募集到投資人的錢 去幫群役做績效嗎 又不是打個派去 對不對 前兩天他們就馬上發現這件事情 哎呀不對啦 對不對 李主長眉頭一皺 應該做一個音效 他不是有一個音效嗎 對不對 事情不能這樣做 所以說 袁大師厲害 不能這樣做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陰謀論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今天有一檔股票 為什麼能夠供讓漲停板 6139雅翔 誰去買 投信去買 我們有沒有先講 來投票你看 我們有沒有先講 我真的必須 不得不承認自己 真的是很 不是 我們來說省準啦 省準太臭屁了 來 3月22號禮拜五 早上開盤8點 8點的時候 我在中式8點 我跟你講 要注意雅翔 你看這K線長了沒 你注意看喔 你看這K線 長了沒 還沒有 這是早上中式 對不對 這logo印在這邊嘛 沒有辦法造假的 8點21分58秒 我跟你講雅翔 雅翔 雅翔 對不對 來 那你看 今天 是不是亮燈漲停 所以這個就是 940的什麼 940的這些所謂的什麼 陰謀論嘛 他會去買其他 因為他其他的不用先告訴你嘛 他先去買啊 買好等到最後我再開牌嘛 那換你來給我抬轎啦 換市場來給他抬轎啊 就回到原本投信的模式嘛 投信的模式就是他先進去買 我盤後看到 哎呦你去買了 隔天我很多人都衝進去嘛 就是幫投信抬轎啊 對不對 所以他 很快就找到破解的方法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anyway不管怎麼樣啦 反正這個 940喔 還要 在熱炒好一段時間 因為畢竟他還有6個交易日吧 6個交易他還要在進場 反正不管怎麼樣他 他還是會再買啦 他也不可能說全部都買了40檔 前10檔我都不買 也不行他還是得買 他還是得買 只是他今天策略上面有做調整 所以你看買鴉箱 有沒有 這都是有道理的 這都是有道理 而且我有先講 所以呢 你想鎖定 威英老師每一個 時段的節目 記得加我的LINE 小老鼠 MORI 8888 小老鼠 MOR 8888 記得加入 記得加入 所以今天加入有好康 今天加入有好東西 對我台大電還沒有講喔 你看我節目到現在13分鐘了 我台大電還沒講 你也知道我會講嗎 對不對 你也知道我今天要開牌嗎 我跟你講 AI加 GTC大會加 高股息的什麼 高股息的概念股 就是台大電 我今天會開牌 但是我先不講 我要給各位更重要的東西 我要給各位更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 我跟妳講這個 來 我跟妳講這個 現在行情是漲什麼 漲跌升跟漲補漲 這我有講過嗎 對不對 所以這些股票為什麼會漲 答案 道理 我想都 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你一定要有 你千百次的猶豫 千百次的猶豫 比不上什麼 比不上你一次的行動 你要有所行動 你要有所動作 你要有所作為 好什麼樣作為來 請你先做這個動作 請你先做這個 行動跟行為來 這些高股息的成分股 長很多的去追 我不要說割韭菜 這難聽嘛 你就是豆腐吃不到 變貓民轉導會嗎 這兩天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要怎麼做 你ETF會買的 外資又買的 這重點喔 你外資跟ETF 也就是說 投信跟外資 都買的股票 然後 他現在又不是這些 所謂 高股息的成分股 可是他明明就是什麼 明明就是高股息 沒被納入到裡面的 因為高股息 他會篩選很多都是 全職股 所以有很多的移租之憾 你看嘛 像南貿跟 這兩檔 他不是全職股 為什麼他沒有被 列到940裡面 因為他不是全職股 他們會挑市值前300大的 OK 他不是全職股 但是你看他 現金殖利率近一年 6% 7.42% 而且我又挑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訊號 非常重要的指標 你一定要參考 叫做填息填數 為什麼這個填息填數 這麼這麼這麼 這麼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你做股票價差 是有絕大程度的關係 如果我買了 三天我就填息 你要不要買 南貿可能大家還沒感覺 沒吸引力 我等70天才填息 對不對 矽隔36天好一點 但是 下面有三檔股票 是兩天就填息了 你要不要知道 想不想知道 兩天喔 去年他兩天就填息 應該算是2023 應該這樣講 2023 有三檔股票的殖利率 分別有4.93% 4.36% 以及4.29% 三天 他們不是三天 不是三天三夜 兩天 他們都填息 兩天都填息 你跟不跟 你要不要知道 我應該這樣講 你要不要先知道 你先知道了 等到他要除息 前一天你給他買進去 兩天就填息 為什麼 因為 所謂的除息是你要填息 才有真的 賺到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真的填息 你才有賺到 OK 這樣才有賺到 所以 各位你去看 他填息了對不對 兩天又填息 那另外像這一檔 4.17 14天填息 6.12% 25天填息 所以 都不錯 所以南貿跟系格 你各位都看到 最近股價表現其實也不錯 另外還有五檔 還有五檔 五虎將 跟各位做分享 跟各位做分享 請各位加入我們的Lite 免費讓大家做索訊 小老鼠 MORE888 小老鼠 MORE888 這個QR Code在這邊 大家可以掃描 加入趁假日時間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都可以趕快加入我們的Lite 掃描 QR Code 或是輸入我們這個帳號 小老鼠 MORE888 請各位 輸入之後呢 然後記得要打關鍵字喔 請你回覆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圖 請你回覆什麼 請你回覆 輸入 888 取得喔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喔 不然我不知道你 你加進來了喔 我不知道你加進來 請各位做這個動作 所以 這個是ETF跟外資 同步買進的 高股息 這真的 非常是重要啊 現在投資的險 險學啊 就是這塊嘛 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 亞強會噴掌停板 有沒有 陰謀論我都告訴你啦 對不對 我都告訴你 前面 央行升息 到底有什麼影響 我也告訴你 沒有節目會跟你講這個啦 對不對 今天節目很多的節目 反正就是跟你講掌停板 這不難啊 你看亞強是不是掌停板 高麗是不是掌停板 你看我也沒講啊 台達電是不是賺20% 我現在講一下 好不好 節目到這邊的 你就讓我講一下嘛 各位你看喔 台達電今天會噴喔 來 因為一張照片 所以我說這個叫 人肉印鈔機啊 黃仁軒叫人肉印鈔機啊 所到之術啊 所向披靡啊 對不對 迷倒萬千少女 對不對 迷倒眾生啊 不過跟他拍照好像都男生 有女生也有啦 所以他去台達電嘛 他去台達電 支援GPU的電源產品展示架 簽名留念 哇靠 他簽個名 你看 簽一個名啊 這個名喔 真的太值錢啊 他簽一個名他在電 你知道漲多少嗎 光是今天就快噴到掌停板 你知道嗎 光是今天你看這個市值多少 225億 昨天100多億嘛 記得嗎 昨天100多億 今天市值 255 25億 光簽個名值200多億 簽一個名值200多億 不愧啊 是這個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男人 敬佩啊 我真的也是敬佩啊 對不對 簽個名 一檔 一檔這麼重的股票都能夠噴出啊 對不對 你看厲不厲害 那重點來了 我能預判你的預判對不對 來同朋友 重點來了 我跟你講過什麼 同朋友 我跟你講過什麼 3月19號 我公開在節目講 這一檔股票 我就是要買 對不對 記得嗎 我有跟你講喔 來看這個圖 3月19號 我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 我就是要買 恭喜會員 台達電 大賺20% 大賺20% 你看台達電是不是他 要符合三位 來 你看你對這個K線圖是一模一樣 是不是一模一樣 有沒有 一模一樣 他就是台達電 那個時候我講的時候 有人猜錯是台達電 但是跟我講 哎呀老師啊 那個 喂老師他有AI嗎 他不是 重電嗎 今天黃仁軍都打臉 給打臉 對不對 人都抓到 對不對 桌間在床 小三都抓到 你還說他不是AI股 對不對 你還說他不是AI股 他當然是AI股嘛 對不對 黃仁軍都去拍照 難道不是嗎 當然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什麼 你看你不得不得不 欽佩啦 我為什麼說我要預判你的預判 我要預判法人的預判 我說我要進軍 揮答GTC加高股息 我有沒有亂講 是不是揮答跟那股 他有沒有高股息 有嘛 而且還沒被列進去嘛 未來一定會被列進去嘛 台達電全值這麼大股票呢 那你看 3月18 到這個是昨天的 3月21號 你看噴出去 今天又噴一根 今天因為這張照片 對不對 不是桌間在床照片 要用200多億去數啊 這個我也沒辦法數啊 200多億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行情你看 精不精彩 精不精彩 真的很精彩 所以我再跟各位講 你看喔 你看 所以我這個資料你要來拿啦 你要來拿啦 好不好 你要來拿啦 加入我們Lite來拿 好不好 記得 記得來拿 好不好 關鍵字要輸入喔 你看雅翔有沒有 雅翔我也跟你講啊 節目我也公開跟各位報告啊 我也沒有嘗試啊 另外 今天還要當股票漲停啊 今天股票 今天我們績效真的很好 大雅 來 突然 碰了一聲 大雅 碰了一聲漲停板啊 來 大雅漲停板 恭喜我們還要再賺下去啊 2024年3月22號 12點50分18秒嘛 1609大雅漲停板 恭喜我們還要再賺下去啊 他符合什麼 三位一題 來投票 三位一題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是不是三位一題 然後我跟各位講過 技術面你怎麼挑 技術面你要挑什麼呀 挑什麼來 不是這張 挑這個什麼 MACD 飛龍在天的嘛 多頭格局 柱狀體紅色往上 快線慢線在零軸以上的 這種叫做飛龍在天 飛龍在天的格局 飛龍在天的形態 另外這種就可以賺30%以上 50%以上 那下面第二種也可以做 這種是比較偏向區間 你就當賭神 高粗啊 低進啊 低進啊 高粗啊 簡稱賭神高進 好不好 簡稱賭神高進 來 所以 我跟各位講 其實很多股票 你用我們的方法教你做 你會覺得股票變得很簡單 股票變得很輕鬆 股票變得原來可以這麼可愛 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要不要股票想的太複雜了 如果你真的想不通 腦筋 截轉不過來 你直接來找我 好不好我請你來找我 你可以委託我 協助各位 對不對 不管你資金多少 小吃組 50萬 100萬 多一點的 家庭的 頂良數 200萬500萬 或是你是公司 小企業老闆 1000萬2000萬 都可以交給我 甚至更多了 我有超1億以上的 也有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行情 你看嘛 那你去看嘛 我為什麼要挑台達電 我們有5000萬以上的客戶啊 接近億的也有啊 那你覺得我可以買 很小的股票嗎 我當然是挑這個啊 各位 台達電成交值 225億啊 你這樣了解嗎 好不好 所以我們才跟各位講 來 這行情 行情是這樣操作 再加速你看 之前的聯發科也是一樣啊 一張賺30% 那聯發科我講 我就是等他壓回嘛 我一直在注意他 我在 我在注意他 我在注意聯發科 以後膽也在跌啊 我還沒買 我先講 我還沒有再買 前面我們先賺了一趟嘛 對不對 這邊我們賺了一趟 這邊我在等機會 我在等他那個轉折點出來 可是這個很專業啦 我沒有辦法講那麼清楚啊 我只是說我隨時在 Standby 你如果不想錯過了 你也趕快跟上我們的行列 你想做聯發科的 我沒有跟你說我今天就要買喔 我沒有跟你說我現在就要買喔 你不要誤 誤解我意思 萬一又破題說 啊老師你看喔 對不對你看錯了 沒有喔 我還沒有要買喔 但是我哪一天要買 這會員權益 我會第一時間通知 因為他什麼 他現在是盤審格局嘛 對不對 我們既然能夠在他身上賺30% 能不能夠賺下一個30% 當然可以嘛 對不對 當然可以啊 所以 這個行情喔 各位看你怎麼做 這個把握啊 你看我們之前跟你講的 鴻海啊 你看鴻海今天又創新高啊 有沒有 你看這個 嚇死人對不對 這是什麼股票啊 這什麼股票 這叫鴻海啊 有沒有完全符合 我跟你講的三個問題 基本面絕對沒問題 技術面飛龍在天 法人就是在買鈔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來現在投票 你再看一遍 我要你牢牢記住 我要你變成你的心法 牢牢記住 股票會漲 絕對脫離不了這三個範疇 絕對脫離不了這三個範疇 只要這三個都對了 股票就對了 就是三成五成起跳 拖斷甚至更多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你看這個行情 有沒有 我跟各位報告啊 都講過 所以你要找什麼 分析師是領先市場法人資訊的 到這兩天 你看 今天我跟你講 今天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拼命寫報告嘛 台達電 寫很好啊 報告都出來了 所以我看到已經好幾家 法人報告已經開始出來了 看到這張照片在寫來 我問你 成本跟我們差多少 他應該 他應該還要再漲啊 但是成本跟我們差多少 20%以上 1000萬就差200萬 500萬就差100萬 這就是價值 資訊的價值 老師專業20年的判斷的研究的功力 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這是我能 我能夠帶給大家的 你看像連這個高麗也是啊 對不對 高麗你看我昨天講千又攻漲停 你看 你自己看 有沒有 有沒有 3月19號我就講啊 20號漲停 對不對 有沒有 20號沒動啊 21號漲停 22號漲停 各位朋友 三位一體啊 有沒有 台達電也是三位一體 所以你看 完全就是這個公式 就是這個公式 所以 後面我們還有很多的股票 要多操作 比如說 我舉兩檔例子 這個叫 金像電 但是呢 金像電現在在幹嘛 在盤整格局 所以 這個是抓什麼 抓大概10%到15% 但是你不要自己亂做 我先講啊 我們在節目上講的股票 如果你不是會員的 你不要自己亂做 因為那個進出場點 我們都是會員權益 我先講在前面 這樣各位懂我意思嗎 這樣這波羅威也是嘛 下來整理 但是它在盤整格局 就跟聯發科一樣 等到對的時機點 再來動作 OK 好 所以現在呢 來 再跟各位報告 你看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當你的什麼 你的第一步動作對的 獲利就來了 第一步動作對的獲利就來了 各位朋友對不對 你看我的節目 我都先跟大家做預告 所以你要找的是什麼 能夠幹嘛 對股價 真的點名啊 有影響力的 我講真的要有影響力啊 要有影響力啊 你看我在各個媒體 東森 京都看我有寫文章 對不對 加上 公司的股市福利社 對不對那個叫有影響力啊 股市福利社我前天講 高利 我再來不及解脫 高利前前天講隔壁就漲頂版 各位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行情上面 怎麼樣做個掌握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再來解一些 其他的股票 可能投資朋友想知道 6121的心浦 有沒有 所以我說 盤整格局 你看現在投資朋友你會不會看 看温元節目你 你是不是越來越知道 股票怎麼判斷呢 我也沒有跟你講說 什麼神奇的指標 你不知道怎麼判斷的 沒有 你看自己的電腦打出來 MACD 掉出來看 請問你它什麼格局 它什麼格局 盤整格局 盤整格局要看誰 看法人 來法人有沒有再買 沒有 所以它會不會漲 不會漲 有沒有答案是不是很清楚 喔 這樣是不是會做了 這樣是不是答案 答案我一聽就懂了嘛 有沒有 市電 這個是什麼 三國衛體嘛 但它又創高了 你看它厲害不厲害 真的是超強 真的是超強 好我們再看 3032尾訊 所以它會盤整不是沒道理嗎 這樣一看就知道 它法人有慢慢慢慢在買啦 或許有機會 另外呢 我們也跟提醒好幾天的議期 軍工嘛 今天尾盤有說軍工有利多 賴清德總統要去訪談 這個 這個無人偵察機啊 軍工乾淨股 突然尾盤突然 轟一下啦 你看我們事先跟你講 對我也不知道 賴清德總統今天會去 巡視啊 什麼雷虎啊 我猜 對我們看股票來不及了 但是我們知道 他要留意啊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們再看 雷虎這個也是嘛 突然攻上去 平地一升雷 漲上去 那機體相關族群 像這個華邦店 我昨天其實跟各位講過華邦店 我 不是很建議追啦 你看 你看今天是不是開高走地 對不對 我昨天有講啦 我不是很建議追啦 然後 8299群聯 今天也是啊 也是有這種味道 這種味道 也是這種開高走地 這種感覺 華邦店群聯 然後威鋼 不過 他們的技術面確實是有漫漫的啦 你看全聯是漫漫的有翻多啦 事實上有這樣的跡象 所以也不用看得太壞 不用看得太壞 威鋼或許有機會 做一個反攻反彈 這也有機會 那另外呢 像這個 剛才講到金像店 今年大概估 如果 順利的話 應該可以賺13到15塊啦 所以以現在價格來說 應該是OK啦 應該是OK 好不好 所以這些股票 還有很多啦 你看像今天 音樂達是不會漲 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盤整的股票 就突然轟一升上去 有沒有盤整那麼久啊 昨天法人已經先進來買了 有沒有 所以我說盤整的股票 法人的動作非常重要 他一買 今天馬上轟上去啊 對不對 這個你要去留意 3231 偽創 也是啊 你看他整理到末端 法人開始買 所以我覺得 這一檔 個股 你也可以幹嘛 你也可以做個這個 留意 因為法人你看 從這邊開始買 有沒有注意到 買進去之後幾乎啊 都沒有跌破他的底點 你看有沒有 都沒有跌破他的底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操盤 觀念的驗證 我們操盤觀念 正確的一個證據 所以除了這個以外 很多股票啦 3583 星雲 這也是盤整 3037 星星 有沒有 多方的格局 所以今天跌下來 收了一個什麼 收了一個 長長的 下影線 收了一個下影線 然後3035的 支援 這個還是比較空方 稍微弱勢一點 2421的見準 這個是 進入到盤整的 一個格局 所以呢 像 神達 這個也是嘛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過 這個拉的 乖離拉開的 過大的 你就不要去亂拆 你就不要亂追 不要成份 成份股的這部分 去亂拆 短線上面 我也是擔心 會有一些的一個 這個風險 會有一些的這個風險 所以呢 微遠還是建議大家 跟上我們這份資料 ETF 外資 跟投信 同步買進的 高股息 概念股票 重點是填息之間 有的都很短喔 好好把握這份資料 怎麼樣免費索取 加入我們的Lite 帳號 小老鼠 MRE888 或者是你想跟上 微遠老師的一個操作話 歡迎撥打免付費 咨詢電話 0800 66 8085 指名 咨詢 微遠老師的相關 生日 會員方案喔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 就到這邊 讓微遠帶領大家 賺大錢 我們 下次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 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 同時開啟 小鈴鐺 才能夠 收到 最新的 消息喔 摩爾證券 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